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繼續這一節,新人透視,阿齋Sir也在 阿齋Sir,我們繼續賭爭 繼續賭爭 為何要賭爭 這個人呢 董建華的可惡法很簡單 就是中方找了一個自己所謂信任的人 結果證明那個人是一個白痴 不過他雖然是白痴,他的心場就沒有這個那麼差 這個曾蔭權就只是壞心場 怎樣叫壞心場呢? 因為這個人不是很蠢 即是他知道有什麼對應該做 而且可以這樣說 如果他心場好的,真是幫阿爺 就應該做好這個特首 阿爺就鎮鎮有辭 我不是一定要文選才找到一個好人 誰知道他做得比董建華更加證明 永遠都不可以靠這個陰典 一定要靠民選 那你就用這個角度 用虎肉計幫助香港的民主運動 是不是 這個人是活該死的 但這個人是活該死的 不是不是 他是該死 為什麼他是該死的 因為很簡單 不是 他是扑乖死的 扑乖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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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十年的生態 那些固疾 完全無事 一點都不看 然後董建華所開始的官商勾結 將它完成了 這個最要命的 是將它完全完成 像你看這件事 剛剛今天政府總部的新聞 就說政府總部要追加預算 其中一件事就是要轉LED節能燈 你說多好笑 為什麼他知道政府總部絕狀 絕能燈 我們就要用 省電膽嗎 這個笑話就跟剛剛今天 德國那件笑話一樣 他說德國全部打新流感疫苗 德國窮人打窮那隻 高官打貴的 少一些副作用 就是說原來你知道LED漂亮 你就留給政府總部用 我們全部窮人就用省電膽 再窮一點就用光管 德國照磅水 你說是不是該死的 是正賤人 好啦 但是 跟著我們要講這個 整個十年 香港最大的生態改變就是 向上流動減少 各位坐在那裡 鏡頭後面這些英才 全部都是大專學生 個個不是Bachelor 至少Master 甚至PhD 越讀就越渣兜 越讀得輸多 因為你的英才從天道 就越死 不是天道 是爭道英才 是爭道英才才慘 完全是沒有任何東西幫助大學生 沒有任何東西 大學生畢業後 可以找到所謂decent job 要高上一點的職業 有4000元的實習 那個賤 那個簡直是賤 即是踩大學生 上半年各大政黨都有罵這件事 然後他又做狗事 又懶宣傳 很多人申請 即是說 如果這樣 就更加要罵他 即是說大學生 窮到連工都沒有 4000元都要照實 就是做換膠 然後他又說要罵人換膠 又罵人搶草 那你想看 在這種精神痛苦狀態 如何可以不搶草 搶完草之後 怎樣可以不換膠 如果要吃飯的話 連男的都要換膠 這個就正中了 正中了蘇牧師說 全部都要做鴨 你不明白他做鴨 不是因為你這個難所同志 是因為他沒有飯開 他差在尾去中東做 買一萬機票去中東做鴨 真的很慘 教會有11奉獻裏面 都是這樣來的 不要這樣想 總之這個很大的問題 整個香港的社會流動都停了 你完全是一點而都沒有看到 其實去年 去年我們也提過這個 就是說 你說怎樣去救香港的年輕人 很簡單 金融海嘯黎 你會弄百多億 扔下去 給所有香港的諸三角 你可以升格 怎樣升格 一定是搞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但是你說明他升格 這筆錢我可以扣稅 不過 就一定要請回香港的大學生 進去朱三角做研究 和發展 那你是不是救了很多 特別是香港大學生 整班讀science那班才慘 一個個讀完physics 就出來賣流動電話 讀完擺柯出來賣藥 不是去研究藥 是來推銷藥 即是像阿曾蔵權當初做的那些 那他自己是一個賤人 他自己是賤人 但他不是全部人都做賤人 他是正賤人 賤到無論 這個人 一定要罵他賤到無論 怎樣可以一個這麼差的人 可以留在香港社會獻世 這個就是香港沒有民主 沒有民主的時候 選到誰都選了 就是劣幣驅逐 都選了 好像梁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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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那些 好像梁振那些 梁振那些 好像梁振那些 梁振那些 總之還有一個叫做 梁振那些 梁振那些 說廢話 空話 在中大 誰知道那些什麼 大學校長 還怕爛手掌 這些只是電視鏡頭拍到的 如果大家回去找一些網友 CAP那段下來 讓大家看看 有件事更差 更差 除了你再說一些很實際的 就是 行政會議 以前是保密制 不應該出來反對特首 現在的梁振英 張炳梁 全部湧出來 就查不特首 即是很肉酸 但這個局很明顯 為何會出現 這是一個散局 或者叫做敗局 和殘局 這個局為何會出現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這壇事 是不會長久的 因為這壇事 是沒有一個合法性 跟當年英國人統治的時候 都不同 當年英國人統治 可以有強大的 一個很強的 至少國家做後盾 大家覺得有合法性 不敢拆散那壇事 就不會雞飛狗走 但是現在 每一任特首上來 他那壇事 都是沒有合法性的 大家都覺得雞飛狗走 或者大家都找到政治本錢 大家當然會互相對 和插 張炳梁現在還不乘機上位 何時上位 我都不怪他 如果他幫到所有的韓氏 我們現在出了一個網上 Facebook有一個新的組 叫做安德居谷千萬間 大臂天下 韓氏盡寬顏 就是說 如果你救得到那些人民 居谷開始可以升 大家都好 你現在不要在那裡握廢話 那些很多人在那裡握廢話 居公五年後 無助這個樓市 你多餘了 整個樓市全部都是講預期的 心理 為什麼現在樓市炒得起 五年前已經知道 是減少買地 其實五年前 曾蔭權已經開始做事 你做了四年左右 這四年應該開始做事 就是轉回拍賣土地機制 你應該看到那些人不肯買地 那你不應該轉回 如果不轉 那你把居屋推出來嚇你 你快點 如果你想賺些錢 現在香港整個樓市 很明顯大家都知道 你分了兩層 一層是預期的 即是說是大陸的人來買的 那些炒豪宅那些 任他們玩 那些地方不關我們事 我們真正的香港人 住回我們的居屋就可以了 我們大家 黑勤黑劍地生活 但是保持我們的自由 保持我們的創意 保持我們的小康生活 這個是最低限度 你要給我們香港人 你的死人徵務權就不給 天天在那裡跟商家勞勾結 今天就乘機給這樣 明天就乘機給那樣 連省電膽 你都可以賺外賓 很麻煩 你問我 坦白說 你說只是他責任 阿爺也有責任 阿爺和李嘉誠等人的商家勞 這就是香港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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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笑的地方就是這樣 拜登97年來到的時候 當時還有很多老一輩人很害怕 共產黨來到會鬥資本家 其實完全不明白 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 全國已經被資本家控制 不過那些是官商勾結的資本家 即是官資 這班官資根本上 他們就很喜歡香港的有錢人 因為那班有錢人 也都用很多方法買通他們 可以這麼說 他們就憑秘違家勾結 所以97年開始 他們那種勾結就開始進行 開始正式進入香港 十年落桌 已經差不多鞏固了 變成了一個勞不可破的勢力 現在在這種勞不可破勢力底下 你看到所有東西 開始百業蕭條 即是說 所謂西方自由市場 那些爛鬼論述 全部都不生效 根本上現在 大家就變成了 一種沒有競爭的壟斷格局 那你說什麼自由市場 你每一次說自由市場 即是製出來 是用來保護你那種壟斷格局 那你現在那個世界一定沒有人走 因為現在你再看下去 現在那個官商勾結的程度 除了所謂李嘉誠 大部分民生的生活 都是跟中資機構有關 石油 放地產 所以這個全面是控制到你的經濟生活 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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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曾蔭權作為香港人的特首 完全沒有捍衛過我們一般小市民的利益 完全不關心到我們 爲什麽只說賤 一個神學家說你賤 當然有個道理 你以為亂說 平時說是冤架法 反省一下 自己說其實是肚子 所以要賭爭 賭爭 這個禮拜日 是嗎 是 是 賭爭爭爭爭爭爭權利好而已 不用你那麽煩 不用被人留 沒錯 馬上回來再談 是